好,歡迎來到這一集最新的《演後評》 我們今天請來劇場的導演布韻婷 來跟我們分享一個作品的說明就是這個無限量的製作 叫做《微笑之堡壘》,《微笑的堡壘》 這次這個作品就是《谷野狗狼》 一位在日本的導演帶來的一個作品 為什麼要找阿布布過來呢? 就是因為這個作品本身 其實都是說一些我們現在 隨著人頭老化的關係 就算你不是自己會面對 也會總有一些例子會面對 就是一位有失智症的老人家的故事 但是在他的隔壁 就有另一班漁夫的故事也是同步發生著 所以我們看的這個作品 在舞台上其實有兩個空間 是同時地有不同的故事在發生著 中間有一些很微妙的互動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微妙的互動 還是怎樣令到我們看這個作品的時候 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這次其實都有一些 其中一位 就是剛才說飾演各位失智 就是腦退化的長者 那位演員本身都是來自我們 很多2014年的一個作品 哇!我們想打扮的其中一位素人的長者 所以其實都很興奮 再看到有一位素人的長者 可以這麼多年之後 都仍然在舞台上跟大家見面 那波波啊!不如我們都跟我們的觀眾分享一下 其實這次的題材 本身剛才都有講 除了有講照顧者 也都有一些 譬如那位倒退化症的朋友 那位長者的 其實他的家人都面對一個 那個困局或者那個困難 其實都挺令到我們有共鳴的 在這個故事的題材方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這次你覺得有哪些地方 令你特別有感覺的呢? 我想做兒子那個 其實很多時候我會有投入 因為始終我自己也是一個照顧者 雖然我照顧那個 不是一個認知障礙症的 但是當家裡有一個老人家 在身體上是需要你去照顧他的時候 那種有一點覺得好像被困著的感覺 是會在那裡的 那個做兒子那個呢 他又要上班 接著又要照顧一個 就是認知障礙的老人家 那很多時候都要叫自己的女兒 劇情裡面講到叫自己的女兒 那個女兒我估計應該是 二十多歲剛出來工作的那種 那去幫忙去照顧他自己的媽 那看回日本的文化 可能就是三代的關係 和對長者的關係 是會更加密切的 所以那個孫女雖然很不願意也好 她都很肯去照顧 但是反過來香港呢 其實我不是說沒有 但是相比來說 我想那個願意程度 可能就會沒有那麼高 那當然也有很多很乖的孫 就是肯照顧爺爺媽媽公公婆婆 但是多數都是自己的子女 去應付自己父母的身體上的缺陷 那個照顧是比較多的 所以其實一看的時候 我心想 只要有家裡有老人家的 基本上都會有共鳴 是的 其實這次這個故事 我都覺得 挺有意思 其實導演 就是我們剛才形容的這個房間 是有一個家庭在那裡 但是另一邊廂的餘夫那一邊 是一個很男人的世界來的 他們好像不是很描寫到他們的家庭 但是呢 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我不知道報告是不是 我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那種孤獨感 或者面對身體的 其中有餘夫其實他們都 其實有些年紀的了 有部份 是的 那個主角 就是面對那個生活的孤獨感 還有怎樣去 在一個這樣的時間裏面 去找自己的存在 或者是繼續去努力去生活這件事 我自己都覺得兩個故事的空間之間 好像隱約有些連繫 我不知道你覺得怎樣 是的 因為我一看他們一幫男人 在一起 我就想起 我沒有見過那些餘夫 但是那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很多時候晚上 你會看到那些 不要說酒吧 我們只是說那些納吞的地方 整幫人站在那裡 吃著串燒 然後站在街上喝酒 全部都是很男人的 其實它這次在呈現著很經典的 日本男人放工之後的生活狀態 而那種 每一天經過很多的工作壓力之後 一起坐在一起去吃東西 那種去舒緩自己的壓力 是很經典的 那個孤獨感 我覺得它呈現在 當人們完全離開的時候 那個叫阿江 江什麼 那個名字叫做 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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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剩下一個人的時候 在他那邊的家裡 又很吵 突然間離開了 很安靜 一個人很不知怎樣 在摸來摸去的時候 那種孤獨感就很出來了 是的 我都覺得它這個 這個牽涉到我們下一個 題目會跟大家說的 就是那種日常感 因為剛才說的那種孤獨感 都在舞台上要呈現 我自己有時候覺得 除了需要那個氛圍之外 演員的表演 也需要很大的一個處理狀態 因為這次這個作品 其實它一景到底 其實又真是一個很寫實的景 就是我覺得寫實到一個點 是他們很多細節 我都覺得他照顧得很周到 所以其實這種寫實感 也都貫徹在他的表演上面 其實是很日常 我們真的好像看著 人家的生活一樣 所以這件事也都想 阿布布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那個狀況就是 其實我們在舞台經常都很想 都多一點需要看到一些 或者戲劇的能量 或者那種戲劇感 但是這次就好像 有些少少它刻意不去採取這個策略 就是用那種生活感來打動我們 你看這個作品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會不會都令到你覺得更加投入 還是其實有些時候覺得能量有些低呢 很有趣的 整個戲的感覺 其實整體那個時速是慢的 但是又很有趣的就是 當江哥那邊的家裡的男人都在那裡的時候 就很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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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能量就很高很高 那很忙的 因為他們說話 那些男人說話又粗又快 雖然我又不懂得聽日文 那接著很忙就去忙一下 就是一邊看著那些字幕他在說什麼 一邊是看著他們的那些互動 因為他們其實真的很生活 他們走來走去 拿杯子拿碟 去吃火鍋 但是你又想留意一下 隔壁那家人 很靜態的那家人 他在做什麼呢 那你會留意到 他們有一些很淡淡的感覺 很淡淡的 你會見到當江哥的家裡很吵的時候 婆婆的家裡 那些他們的家人會有反應 但是她的反應很淡淡的 小小的好像有些聲音 接著她又做回自己的生活 就是很在我們 就是我們有時候隔壁那家裡 吵我們停一停 接著又沒有 就是那種很淡淡的東西 你又不想錯過 就是它可以去到這麼小 但是它是有一個位置是慢的 但是你又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又會很忙的 突然之間 就是看不及了 又會 那種很有趣的 是 還有它也刻意用到一些 可能兩家人有一些互動 但是其實又是一種 可能在日本的文化裡 變成一種比較內斂的感情 譬如它送一隻蟹過去旁邊 但是那個蟹又很名貴 令到他們其實另外那一家人 又享受了一個很甜美的蟹竹 這個細微的話 我又覺得這個導演都幾 在這些深思的位置 我覺得它是幾有想法 我不知道你覺得如何 是啊 其實是很傳統日本人那種的失徒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在日本開會的時候 就是我們亞太居的人 在日本辦公室開會 然後突然間有個秘書 拿張紙進來 就說我們那邊在拍攝 你們可能是小聲一點 然後我說我是拍攝 不好意思 然後他們本地的那個日本的同事就說 其實不是的 是說我們太大聲了 就是他們會很軟轉 很軟轉的樣子去表達他們自己 所以是很特別的 就是你看它這個戲 就是真的看到日本人那種的態度 他們是很柔軟的 是很有禮貌的 就算你看到他們是漁夫也好 他們很大聲的 但是他們仍然有一種的禮貌在這裡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都 就是如果喜歡日本文化的觀眾 應該都很有找到那種共鳴 因為實在是好像 加上那個景 其實因為它都 那個框架都幾 好像有一種很平時 就是我好像在看日劇的感覺 我不知道布布怎麼看這個景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很難的 就是好像在看電視劇 是的 很看電視劇 因為其實 我去日本 但是喜歡去日本 但是沒有說有些朋友的家給我進去 但是譬如你住在日本酒店 你都知道了 就是定視劇那麼大間 那樣東西是很小的 又很優秀 又很優秀 很優秀 他們 你看見 它是一個海邊 一群漁夫 那間屋裡 你看見它不是一些很豪華的屋 是一間小小的 雙面來說是殘殘舊舊 但是它殘舊得來 你看江哥的家 殘舊得來是很有序的 是的 是的 亦都能重複到日本人那種 就是很齊整 很什麼那種東西 是的 我挺喜歡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公寓 是租出來的 我估計 所以它的基本設定 譬如那些路灶位 那些神桌位 都是MIRROR的 一樣 我亦都重複到 就是它們那種公整性 是 是的 所以其實都很看到 在這個有序的情況之下 當有少少東西失序的時候 其實就會令到那個能量 剛才我們說的那種日常 就會出現一個很不同的變化 譬如剛才我們也有說到那個題材 因為中間有一個情節 就是其實在說照顧者和被照顧者之間 那種微妙的張力 就是婆婆她沒有意識地去玩廁所 搞到孫女就很吵架 其實這個情況 我覺得都其實很現實地反映著 在那個一個 因為那個空間都真的很小 其實那個流動廁所 就真的是婆婆的床間 而且整個空間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在裡面要這樣照顧的話 我相信我的壓力都會很大 所以這個感覺 我又覺得是很代入到 因為她的空間提供了一個想像給你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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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實際是很typical的 就是認知障礙 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的時候 這種 就是炒廁所 玩事玩療 是真的很常見 就是你作為照顧者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就算她不是玩 就是年紀大了 失禁 你要跟她換片 其實都是一些很厭惡性的工作 就算你說她是自己的爸爸媽媽都好 就是你怎麼孝順 你始終她做下去的時候 在那一刻 你都會覺得 唉 都會不願意 但是你都要做 就是始終 你又不忍心扔她去老人院的時候 你唯有都繼續要去面對 是的 所以中間 就是她兒子和孫女之間 就是她女兒之間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張力在裡面 因為年輕的那個 其實又覺得很不想照顧 但是其實她又知道自己有一個責任 正如一波波說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真的 這個責任好像在日本的文化裡面 甚至我們現在華人的文化裡面 這個責任好像很難去拋開 所以其實這個作品也是反映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令到我們都很有代入感 另外一樣 阿寶寶也很喜歡的 就是她那個燈光這次的設計 其實都令到你覺得很 看電影的時候 其實都很驚訝她怎樣設計 是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因為她一個舞台 她舞台是電視框舞台 就是她給你看到的一個框 兩邊一個框 然後你中間的牆是串洞的 她在想打燈的時候 你這樣打下去 為什麼譬如這間屋關了燈 這間屋亮燈的時候 竟然不過旁邊的牆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我不懂得打燈 但是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清晰 真的好像有牆擋著燈 我覺得這個燈光真的很厲害 還有她譬如她很多時候夜景 那場是比較難頂的 就是幾分鐘時間 但是又很生活 由她開始慢慢看著電視 睡覺那邊慢慢吃燈 那兩邊那個燈 就是一個看著電視的 電視反出來的藍燈 那個藍燈那個又很自然 就是那種的電視的一樣 那邊的一個書桌燈 又是慢慢的 那個很Family那種的 很暗的燈光 那兩邊的燈光的對比 其實是很漂亮的 但是真的很頂不住那場 很暗的 很暗的 而且很長的 沒有什麼發生 很微小 因為其實她已經睡了 大家都準備睡覺 那個靜態太靜了 我真的很考慮觀眾 我們都很有投入感 真的很想睡 因為真的 很漂亮 很漂亮的東西都不可以這麼久 你用得很好 因為她真的 就是剛才我們圍繞那種 說的那種生活感 就是她很想給你那種 她真的睡之前的 江哥在看電視的狀態 那她又不想太短 因為她可能覺得太短 就覺得沒有了那種氣氛 但是登場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覺得 這個寂寞的男士 是怎樣的呢 寂寞到一個點 但是我們又很想看她下一步是怎麼樣 有時候觀眾就會很有這種好奇心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有點長的 是的 我覺得一方面是挑戰 但是一方面我覺得 我覺得 又有她那種的味道在這裡 我才可以說 是的 但是你說以香港那種的速度 是真的有點難定的 是的 沒錯 沒錯 其實這次也是 因為她用了一個日常的處理的時候 其實燈光那裡就自然是考功夫了 就是她就不想有一種很舞台的感覺 給大家 所以這個也是很大的挑戰 來到節目的尾聲 我們都想問一下布布 因為這次其實都有一位演員 其實是素人演員 雖然她有一些舞台經驗 但是其實長者要在一個 都是兩小時的演出裡面 能夠保持某種的能量 還有還要表現 其實都很不容易 這次在這位長者的表演上 婆婆的表演上 你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感覺 或者其實在要去跟長者的演員 去做互動的時候 其實或者去指導她們的時候 尤其是她們素人 其實難度在哪裡來的呢 其實見到這個婆婆 其實我不知道原來她是奇遇今世代的演員 因為奇遇今世代就是全村慶紅 跟她2006年成立的一個團 她就是收一些55歲以上的長者 非演員的 即是她是素人來訓練 之後就做演出 14年來香港做 其實也是她 她這套戲是inspire了我和Branda兩個 她有興趣去搞一個金靈藝術的 即是表演藝術 我覺得我看回這個婆婆 她其實現在已經不素人了 因為十幾年了 她那種的能量 即是她其實是很慢 她本身她都80歲 而她在做這個都是八、九十歲 就是認知障礙的婆婆 我覺得是都恰到好處的 不過認知障礙呢 其實我覺得她的處理還可以再多些了 可以再多些了 現在都是稍微醒目了一些 是嗎? 醒目了一些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看她 有些動作 尤其是地下牌的動作 她是快的 她快了 是的 快了 可以不用用快 但是我再看回她的時候 我又更加鼓舞 變成了使我們自己去做 現在我們的長折器的計劃的時候 我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五十幾六十歲的 我都不可以叫公公婆婆 就是金靈人士 就是說其實她們做了八十歲 是很平常的事 還有十幾年可以做 是的 使得我們會繼續很有信心 去繼續去陪著這幫金靈人士去走下去 可以走到一個 可以是一個專業演員的一個level 我覺得 是的 沒錯 因為之前我們都進去的時候都不知道 直至到導演介紹的時候 其實是翻譯的Anson 特別去介紹的時候 是的 就會說回她14年已經來過香港了 所以大家都看到仍然 那位長者演員真的很精神 那位長者演員真的很精神 精神的演員在台上 之餘 亦都是繼續她的藝術生命 所以這件事都是很鼓舞的 很鼓舞的 是的 很開心看到她們 仍然有她們的一個生命力 在舞台上去發揮 是的 今天很感謝布布來和我們分享 這個《微笑之堡女》 我們下一集的演後評論 再和大家聊天了 拜拜 謝謝你 拜拜